好 请南加州的民众特别来注意了 这是总长70英里 几乎贯穿整个南加州的阿拉米达东区走廊铁路 位在工业市大华99商场斜对面的 铁路与道路分隔工程 4月10号将全面关闭了 展开为期10天的拓宽工程 一直要等到20号星期一才会重新开放 那么施工期间有哪些要注意的事情 请记者叶洪志来告诉我们 好 谢谢主播 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工业市Nogales的路段上 这边将会做一个铁路跟道路的分隔工程 而分隔工程将会在4月10号晚上9点开始进行 总计有三项 哪三项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首先可以先看到工程车 这个部分将会做一个所谓的道路左右拓宽的工程 而拓宽之后整个道路会向下延伸 一直到穿过铁路之后才上来 那么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在两旁的人行道 也会做一个人行道的铺设工程 而最后才会是整个道路 把这个帛宽再给铺起来全面的做好 那么做好这个工程 基本上要花10天的时间 也就是必须在4月20号凌晨5点的时候 才会开放 那么首当其冲的 当然就是Worna跟City of Indudgy 这边的居民 基本上这10天你都不能够经过这里 如果你要经过这里的话 你必须要绕道而行 也就是从Valley的路段 你可以接到Forton 或者是接到Fairwell 只在做一个很大的这样子绕路的方式 才能够进行 那么以上就是目前现场的最新状况 我是记得幼泳士跟你重要 现在把镜头交换给你